我手上的這一本是大美百科全書 它裡面有什麼故事呢 其實在戒嚴時期的出版物 是會經過管制的 政府透過像是戒嚴法出版法 或者是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 來管制刊物的出版 這些刊物它都要經過警眾的審查 才能夠出版 在審查的過程中會發現 有一些資訊是會被塗掉的 如果在出版物上面有這些資訊 它就沒有辦法出版 比如說像什麼 像如果它提到1949年之後的中國 它提到共產黨 像是在這個大美百科全書裡面 它如果要去介紹共產黨的話 這樣子的資訊就是會被塗掉的 那除了共產黨以及1949年之後的 中國的資訊之外 可以看到在 在這個大美百科全書裡面 看到完全被塗黑的這一頁 它其實是在介紹毛澤東 那它也完完全全的被塗黑了 就是你會看不到 當時的政府並不想讓人民看到 它裡面的資訊 所以就把它全部都塗黑了這樣 那其實除了百科全書 百科全書是一個比較常見的例子 除了百科全書之外 我們會看到說像其他的書籍 也有很多是會被塗掉的 像是可能現代中國哲學人物啊 這樣子等等的書 它都會有被塗掉的事情發生 在紀元時期是非常常見的 可能會不會看到 會不會太多壞了 是你會不會看一下